蒸到半熟的蒸蛋 加入爆香的金針菇 再摆上切片丝瓜 再放上花椰菜 甜椒 最后再摆上凤梨 盖上盖子继续蒸到熟 主要是用菠萝 凤梨 台湾的凤梨露菜 然后用凤梨水果的甜味 去增加食物的鲜美 避免炒跟炸跟煎 这样长辈可以吃的营养又健康 又富含膳食纤维 菠萝鲜鱼柳 主要是用凤梨 新鲜的凤梨跟台湾雕 就要去蒸 剁蒸蛋的料理菜 当季的水果 去变化菜是让他们吃的开心 外埔区福星关怀据点 举办美食料理比赛 立法院副院长蔡其昌 与市议员施智昌 大安服务处志工 福星照顾关怀据点志工 与大甲分局安定派出所志工 三对大对决 以凤梨为主题 结合在地食材当季食材 邀请朝阳科大老师 指导健康美味的饮法料理 并由社区长辈来当评审 大家一个比赛创意料理 那推广关怀我们的长辈 让我们老辈吃得更好吃 得更健康 那也能够推广我们在地的农业 除了政府之外 我们也会结合民间的一些计划 那怎么样让社区的老人家 得到更多的关心 得到更多的照顾 现场还邀请嘉义县民雄乡 凤梨农教长辈们如何挑选 最好吃的凤梨 新唐人养台电视秋天喜 台湾台中采访报道